我最近被指派到俄羅斯莫斯科成立當地的第一個支聯會 一星期之後我出席在聖彼得堡一場區會大會 在講道中我提到自己感激早期全教士和當地的領袖在俄羅斯為教會帶來力量 我提到闊塞拉夫艾菲莫夫是第一個俄羅斯歸信者成為全道部會長 他和他的太太在這項指派上表現揭出 艾菲莫夫會長在結束全道後不久突然去世令我們非常傷心 他享年只有52歲 在講到這對俄羅斯先驅者夫婦的時候 我有靈感問會眾艾菲莫夫姊妹是否在牆上 遠遠坐在後排的一個女士站起來 我邀請她到台上 沒錯這個女士就是葛林娜艾菲莫夫姊妹 她用堅定的語氣講話為主主的福音 和主所復興的教會作出有力的見證 她和她的丈夫已經在神聖聖殿印證 她說他們已經永遠結合在一起 他們兩人仍然是全教士同伴 她在萬子的這一邊 而丈夫在另一邊 她留著喜悅的淚水 為神聖的聖殿聖約感謝神 我亦流出眼淚 因為我完全了解 這對忠信的夫婦展現永恆合一的典範 正是他們定立遵守和遵從神聖聖約的正義結果 在主所啟示的信仰其中一項最重要的觀念是神聖聖約 在法律用語 聖約一般是指雙方或多方之間的協議 但在宗教的領域之中 聖約是更具影響力的 它是向神立下的神聖承諾 神制定其中的條款 每個人都可以選擇接受這些條款 如果一個人接受聖約的條款和遵守神的律法 就會獲得與這項聖約有關的祝福 我們知道當我們從神那裡獲得任何祝福時 那是由於我們服從了那祝福所根據的律法 古今以來神都與祂的兒女定立聖約 祂的聖約出現在整個救恩計劃之中 所以聖約是祂圓滿福音的一部分 舉例來講 神應許會為祂的兒女派遣一個救主 亦相對要求祂的兒女服從祂的律法 我們在聖經讀到 住在舊世界的人是聖約中的子孫 什麼是聖約? 就是神與他們祖先所立的約 就是對阿伯拉罕說地上萬族都要因你的後裔得福 我們在摩爾門經讀到 住在新世界的人都是聖約中的子孫 復活的主告訴他們 看我你們是眾先知的子孫 你們屬於以色列家族 你們屬於父與你們祖先所立的聖約 父曾對阿伯拉罕說地上萬族都必因你的後裔蒙福 救主說明身為聖約裡的子孫 他們身份的重要性 他說 父首先為了你們興起了我 差我來祝福你們 使你們每個人都遠離自己的罪惡 因為你們是聖約中的子孫 神與阿伯拉罕立下無比重要的聖約 後來祂與以撒和雅各 再次確立這項聖約 這項聖約包含幾項應許 耶穌基督將出生在阿伯拉罕的家系 阿伯拉罕將會有很多子孫 這些人將有權獲得永恆增加 和有權持有聖職 阿伯拉罕將成為多國之父 他的子孫將會繼承某些土地 地上所有國家都將因祂的後裔而蒙福 並且這些聖約將持續到永恆 甚至直到千代 這些應許之中有些已經實現了 其他的有待應驗 我要引述摩爾門經早期的一項語言 父親李海不僅說到我們的後裔 也說到整個以色列家族 談到在後期時代必然應驗的聖約 此聖約是主與我們祖先阿伯拉罕所立的 主說地上的萬族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是否真是很奇妙呢? 是耶穌基督在伯利行之前大約六百年 眾先知就已經知道阿伯拉罕聖約最終會在後期時代出現 為了促成這項應許實現 主在後期時代顯現 更新了阿伯拉罕的聖約 夫子對先知約室施密宣告 阿伯拉罕得到了關於祂子孫和祂後裔的應許 你即我伯仁若失就是從祂身上來的 也這也應許也是你們的 因為你們是屬阿伯拉罕的 這些聖約更新之後 我們與古代的人 就一樣都接受到神聖聖職和永恆的祝福 我們有權獲得圓滿的福音 享有聖職的祝福 並且有資格獲得神所賜的最大祝福 即是永生 我們有些人是阿伯拉罕真正的後裔 其他人就是藉著修養聚集到他的家族 兩者對主來說都沒有差異 只要我們尋求主並且遵守主的戒命 我們就會一起接受這些已經應許給我們的祝福 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會失去聖約的祝福 為了協助我們主的教會提供了教長祝福 使得接受這項祝福的人了解自己的未來和過去的連結 也即是得到家系的宣告追溯到阿伯拉罕、以撒和阿閣 聖約中的兄弟有權符合聖職的聖約和聖約的資格 如果你們忠信而得到這兩種聖職有光大你們的召喚的 你們會被聖化而更生你們的身體 不單止如此 凡是配稱接受這項聖職的人就是接受主耶穌基督 凡是接受主的就是接受父神 凡是接受父神的就是接受祂所擁有的一切 這項聖約和聖約為全世界配稱的男女老少帶來奇妙的祝福 我們有責任要促成阿伯拉罕聖約的實現 我們的後裔蒙德預立準備好去祝福世上的人 這就是聖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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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主信賴我們和我們的兒子 他亦對我們的女兒深表感激 他們在以色列聚集的重要時刻 配稱擔任全教士 摩爾門經是一項實質的證據 主已開始聚集她所立約的以色列兒女 這部經文是為了我們的時代而寫的 講明摩爾門經的一項目的 你們就會知道父已開始履行她與以色列兒女所立的聖約 因為看我主必記得她與她以色列家族的人民立的聖約 主的確沒有忘記 祂用摩爾門經祝福了我們和其他在世界各地的人 摩爾門經的其中一項目的是 要猶太人和愛幫人確信耶穌是基督 摩爾門經幫助我們和神定立聖約 邀請我們紀念祂、認識祂的愛子 摩爾門經是耶穌基督的另一部約書 聖約中的子孫有權接受主的教義和認識救恩計劃 他們藉著定立神聖重要的聖約來獲得這項權利 白漢陽說 所有後期聖徒們加入這教會時 都定下了那項身永約 他們定下了那項身永約以支持神的國度 後期聖徒藉著服從主的誡命來遵守這項誡命 我們在洗禮的時候立約要侍奉主和遵守祂的誡命 我們在領受聖餐的時候更新這項誡約和宣告 我們願意承受耶穌基督的名 藉此我們被修養為祂的兒女 而且成為兄弟姊妹 祂是我們的新生命的父 最後我們都可以在神聖聖殿 一起繼承永恆家庭的祝福 好像神對阿伯拉罕以撒亞國 和他們的子孫所應許的一樣 當我們了解自己是聖約的子孫的時候 我們明白自己的身份和神對我們的期望 祂的律法刻印在我們的內心 祂是我們的神 我們是祂的子孫 即使身處逆境 忠誠的聖約子孫依然堅定不移 當這項教義深藉在我們的內心的時候 即使是死亡的獨咎所帶來的痛苦 亦都會獲得輸解 我們的靈性力量亦都會獲得增強 我們在今生所能夠贏取最大的清許 就是令自己成為遵守聖約的人 遵守聖約的人在今生和來生都會獲得酬賞 兩經文說 你們想遵守神界命的人那種蒙福和快樂的狀態 因為看來他們在一切的事上都蒙福 如果他們忠信到底 他們必備接到天上在無窮幸福的狀態中 與神同住 神活著耶穌是基督 祂的教會已經復興祝福所有的人 多瑪孟宣會長是今天的先知 我們身為忠信的聖約子孫 從現在到永遠都會蒙福 我這樣見證是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